Hello 大家好 我是书姐 今天又来给你们躲猫猫了 这次给你们带来一个新闻法 那就是做一个专一的男人 躲在一个地方一动动不动 可惜啊 我要躲的猪被人给占了 只好委屈一下自己暂时换个地方了 就这块石头吧 等猪肚子空出来我再回去 目前只差我旁边这个树洞没躲人了 刚说完没躲人就来个长发妹子 挺会选地方啊 屠夫大哥出现了 看看第一局谁遭殃吧 熟悉的笑声又开始了 颤抖吧 小瓜皮们 是露灯牌 躲在这儿的瓜皮遭殃了 咦 咔嚓咔嚓的 是个带头帽的小伙子 第二局 我终于如愿以偿 钻到了猪肚子下面 当起了猪糕子 你还别说 这猪肚子挺热乎呀 好了 其他的小瓜皮都躲完了 到我们的屠夫大哥出场了 熟悉的小刀灾难的步伐 看看这把是谁遭殃 这货又在我这笑 没完了 还好走了 哦 选了个木头 这咔嚓咔嚓的 拽出来了 是为粉一大姐 第三局 继续当我的猪糕子 看看我的测试能不能成功 肯定有很多小伙伴跟我一样好奇 对吧 哈哈哈哈 好了 人躲齐了 屠夫出场 他来了 他来了 他拿着小铁片走来了 他又咧嘴撕起大把牙笑了 哎呀呀呀呀呀 是躲篝火后面的小哥 没钱你烤什么火呢 就不能找个黑斩的地方啊 嗯 知道了 小老弟 下次的 下次 下次 别人躲哪儿我就不管了 我还是继续当我的猪糕子吧 嘿嘿嘿 运气挺不错的哈 已经混过去三局了 看看这把屠夫会选谁吧 咋又战我这笑我 嫌你牙白是不 笑没事 不选我就行 看看选谁吧 选了 是木桩后面的小伙企 这咔嚓咔嚓的 听得我耳朵都刺脑 不过 回想一下 我的运气可真不是盖的呀 已经混过去四局了 看看接下来的几把运气咋样吧 第五局 继续装我的猪糕子 屠夫大哥选了树洞子 第六局 屠夫大哥还是没选我 而是选了我旁边的石头 石头大笨像造样了 不过我也好紧张啊 就叫我了呀 奈何还是没有选我 而是选了我旁边的这棵草 带走了小狐狸 今天运气简直爆棚啊 最后一局了 场上只剩下了我跟黄毛小哥 胜败再次一局 我还是钻住肚子 扮演出糕子 看看到底是我俩谁造养吧 不要选我 不要选我 不要选我呀 笑了 不要回来 去选他 带死去挨着了 哎呀 我的妈呀 可终于让我赢一局了 太不容易了 哎呀 屠夫又出现了 咋的 想耍赖呀 看到没 星星都看不下去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